好 但你独家来执地这个状况 在台中市的渔市场观光马桶被游客拍下 这外头下大雨 室内竟然也是跟着下大雨 游客呢 必须要一个一个撑着雨伞 而底下一整排的摊位呢 是忙着拿塑胶布还有垃圾桶来接雨 因为这里呢 这天花板是漏雨 让原本呢 想趁着中秋假期来冲业机的民众 反而是得整个失算 反而是得丢掉了100包受潮的雨送 明明是在室内游客却得撑着雨伞 因为哗啦 大雨玩如瀑布一样 从屋顶倾斜而下 天花板露下了大雨 淋得不仅仅是观光客 还有这一整排的摊位一样受灾严重 分分拿塑胶布照住 地下用垃圾桶接水缺人 打不住像是洪水的雨水 有人紧张地对着店家匕首画脚 要他们快拔插头 因为会露点 你边手会压住喔 你那个冰箱要抽掉 丢了将近100多包的鱼松鱼干 因为寿潮无法再卖 原本想趁着中秋廉价档期 游客人潮正多 却遇上天花板露雨林观光客 一半吧 跑不掉 因为对啊 差蛮 还蛮差 这一整排然后包括餐厅里面都是像瀑布一样 观光客也说原本鱼市场要成立的契鹅馆 怎么到现在还没个影 2009年胡志强参加契鹅馆动土典礼 信誓旦旦赤字一亿占地1500平的契鹅馆 将成为台中观光新地标 隔年千平的契鹅馆盖成了百平之后又没下文了 契鹅馆何时才会落成呢 游客跟店家先吐槽 幸好企鹅还没来 否则这天花板露雨不改善 企鹅也会凌成了落堂鹅 中文宣中部综合报道